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2月22号 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淘宝成立直播电商公司 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 首位人类受试者 在临床实验之后 可以做些什么 沃尔玛为什么要收购一个 智能电视制造商呢 今天我们的早咖啡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就让我们一起 用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打开全新的一天 淘宝成立直播电商公司 2月20号 淘宝宣布成立直播电商公司 会想要进入淘宝直播的明星 达人 还有MCN机构 提供全托管运营服务 淘宝表示 公司和主播采取保底 或者是分成的灵活合作模式 主要目的是帮助新人主播和机构 快速上手 降低前期的运营费用 在签约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主播可以随时撤出 半年后 主播也可以选择自己组建团队 或者和其他的机构签约 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 随着大主播和机构 与平台之间的绑定减弱 淘宝急需培养 适合淘宝直播的主播群体 但是平台下场做主播运营 也面临着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的尴尬 在流量分发的公平性上 可能会受到质疑 另外根据 界面新闻2月20号的报道 多名用户最近发现 淘宝订单 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支付 淘宝客服对此回应表示 目前正在针对部分用户开放 而且仅限于购买 部分商品的时候可以选择 2月16号 堡垒之夜的开发商 在一份公开信中宣布 苹果已经恢复了 他们的开发者账户 他们今年将会在欧洲 推出iOS游戏商店 苹果用户可以再次 从手机上下载堡垒之夜 2020年 由于EPIGAMES违反了 苹果的规定 在自己的游戏中 增加了支付通道 被苹果从App Store下架 随后EPIGAMES向法院 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2021年 加州法院裁决认定 苹果的行为不构成垄断 但同时要求 苹果不能阻碍开发者 向用户提供 更便宜的支付渠道 不过随着欧盟 数字市场法的生效 新规则要求苹果 向欧洲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 EPIGAMES也将会重返苹果 另外根据彭博社 2月21号的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最近对他们的 音频设备团队领导层 进行了调整 这个团队主要负责AirPods 和Mac等等产品的声音 和麦克风技术 索尼将接管 迪士尼的DVD销售业务 根据彭博社 2月21号的报道 迪士尼为了应对 DVD销售业务 急剧下滑的困境 已经和索尼达成协议 索尼未来将会接管 迪士尼DVD和蓝光光盘 的销售业务 在原有的授权模式下 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零售商分销DVD 事实上销售录像带和DVD 曾经是迪士尼一向 规模庞大 而且利润丰厚的业务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习惯在网上观看 电影和电视节目 DVD业务也正在萎缩 变得难以盈利 去年迪士尼就已经停止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等市场来销售DVD 不过美国娱乐媒体 Deadline的分析认为 尽管DVD行业 整体呈下滑趋势 但仍然会有影迷 为了看到足够清晰的电影 去购买蓝光光碟 去年澳本海默的4K高清版 就曾经一度卖到了断货 马斯克表示 Neuralink首位人类受试者 可能已经康复 2月20号 马斯克在X上的 一场直播活动中提到 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的首位人类受试者 似乎已经完全康复 展示出了Neuralink 所期待的效果 受试者可以仅凭意念 移动电脑屏幕上的鼠标 下一步他们将会让受试者 尝试向各个方向移动鼠标 并且点击按钮 今年1月 Neuralink首次把脑机接口芯片 植入人体 Neuralink的目标 是通过脑机接口技术 治疗精神疾病 让瘫痪者重新行走 让盲人恢复视力 甚至是人与AI的共生 CNBC的分析认为 医疗器械公司 必须经过多轮的 数据安全收集和测试 才能获得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也就是FDA的批准 这次人体临床实验 也标志着Neuralink 在商业化道路上 迈出了重要一步 沃尔玛将以23亿美元 收购智能电视制造商Vizio 2月20号 沃尔玛发布了 他们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 他们的销售额和利润 都高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 分别同比增长了6%和13% CNBC的分析认为 沃尔玛第四季度业绩增长 主要是因为他们 正在转向利润更高的业务 比如为第三方卖家 提供包装和送货服务 向消费者提供 会员订阅计划等等 另外沃尔玛的电商业务 在亏损收窄的同时 发展规模也越来越大 去年沃尔玛电商 在全球的收入 首次超过了1000亿美元 在发布财报的同时 沃尔玛宣布 他们将以23亿美元 收购电视制造商Vizio Steadista的数据显示 Vizio是北美市场 份额排名第六的 智能电视品牌 2017年 乐视曾经计划 以20亿美元收购Vizio 并且借此 想要打入美国市场 不过最终失败了 Theverse的分析认为 Vizio拥有超过500个 直接合作的广告商 收购Vizio能够帮助 沃尔玛扩大 向消费者推销商品的渠道 促进他们的广告业务 不过这笔交易 仍然需要获得 监管机构的批准 肯德基回应 全面开收打包费 每单9元封顶 肯德基2月20号宣布 宅集送外送费的官方定价 从原来的9元 下调为6元 但是会酌情地收取 打包服务费 肯德基表示 这次价格调整 是为了更好地提升 外送产品的服务体验 他们会对外送打包袋 进行保温升级 并且提供专人打包服务 根据肯德基 新公式的打包服务费细则 饮料不收取打包费用 从小时到套餐 等等不同的产品 将会收取 6毛到2块5的打包费 肯德基此前 已经在个别城市 试点收取了打包费 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 消费者无法接受 既要支付较高的配送费 还要额外支付打包费 由于快餐的消费者 主要是价格敏感性人群 尤其在经济增长 放缓的大环境之下 增加收费项目 一定会是一个 引发不满的决策 海底捞预计去年营收 增长至少三成 海底捞2月20号 发布了去年财报 去年他们的收入 预计不低于414亿元 增长至少有三成 而净利润不低于44亿元 这是海底捞将海外业务 分拆上市之后 发出的第一份年度业绩预告 澎湃新闻的测算显示 如果排除掉 海底捞2022年 海外业务的收入 海底捞2023年 在营收同比增长 三分之一的同时 净利润实现了 超过160%的大幅增长 海底捞方面表示 营收的增长 主要是由于 疫情管控措施的取消 经济复苏 还有海底捞餐厅 客流量的增加 所以他们的经营表现 也开始出现好转 净利润的大幅增加 则是源于 海底捞餐厅翻台率的提升 以及运营销售的改善 Stellantis 或将在意大利 生产领跑电动车 根据路透社2月20号的报道 作为与中国汽车制造商 领跑汽车协议的一部分 跨国车企Stellantis 正在考虑在 意大利都林的工厂 引入领跑电动车的生产线 预计将会在2026年 或者是2027年正式投产 年生产量将会达到15万辆 都林工厂目前是 菲亚特500亿和 马沙拉蒂的生产基地 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 在意大利生产领跑汽车 能够帮助Stellantis 实现和意大利政府的产量协议 并且规避欧盟对 中国电动汽车 反倾销调查的负面影响 不过由于市场需求疲软 Stellantis曾经在 今年1月上旬 宣布解雇意大利都林工厂 大约2250名的员工 Adobe推出可以搜索 和总结PDF文档的AI助手 2月20号 Adobe表示 将在自己的Adobe Reader 和Adobe Acrobat 两款软件当中 添加了AI助手 可以概括总结PDF文档中的内容 并且回答用户的问题 目前这个功能 还在测试的阶段 Adobe计划在结束测试之后 发布付费的订阅计划 尽管ChatGPT等等其他的AI产品 也可以分析PDF文档 但是这些服务 往往需要用户主动上传文件 但是Adobe的AI助手 则是内置在PDF阅读器中的功能 另外对于OpenAI 推出的视频模型Sora Adobe的首席知心官 在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表示 Adobe也在研究自己的视频模型 计划用负责任的方式 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工具当中 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尝试过文档类应用中的 AI助手吗 你会信任AI助手 为你整理的内容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一起来聊聊吧 当然在节目的最后 还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最新推出的付费播客 不止金钱 在这一周又更新了一期 番外节目 这期节目内容是关于 买黄金投资避险的话题 黄金虽然美好 但也并不是我们 所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一旦买错 反而会成为风险 那黄金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会有哪些 我们普通人 又有哪些投资黄金的途径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免费收听 另外我们也正在将原计划 到2月18号结束的 早鸟优惠价99元 延长到元宵节 也就是2月26号 再恢复到原价129元 希望不止金钱 在新的一年里 也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的应对工作 和学习中的变化 让我们的钱包和生活 都变得确定 你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单集简介中 查看不止金钱的 节目详情 收听节目预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 娜娜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Yoti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 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